大家好,又就是中秋了 今年吃什麼月餅好呢? 不如試一下我們這款香港製造的奶黃月餅吧 除了充滿香港特色的包裝之外 味道還是超級特別的茶味 一層傳統奶黃月餅那種很膩的感覺 還有分四件和八件裝 還不快點行動? 即日開始接受月定 大飛翰天啊 烏克蘭和俄斯戰爭到現在還沒有平息 但是台灣突顯了越來越重要 大家記不記得 好像陳水扁千方百計 要突破中國的外交圍堵 看著所謂的邦交國一個一個不斷在縮 當時除了去南太平潤島國 或者一些非洲國家數起來都不夠 即是手指加腳趾數起來都不夠 當時台灣的外交這一方面是極差的 那自從習近平上台就不同了 習近平上台之後 接著你就見到日本的政客訪台 接著韓國又來 接著美國又來 加拿大又來 澳洲又去 印度都訪問 接著折克 立陶宇 全部都去 習近平 就是說 中國自從成為了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台灣的外交空間越來越低 直到習近平上台 這個簡直是奇蹟 而最重要的也是最新的 歐洲議會的副議長貝爾 率團在昨天 不是今天應該說 周二十九號 抵達台灣展開三天的訪問 這個是歐洲議會高層首度正式訪問台灣 他下飛機的時候 他說 我們不會對中國威脅台灣視而不見 就是現在 中共對台灣的威脅 我們不會看不到 歐洲對香港的支援 那時候 發現的話 已經來得太遲了 就是 這兩句說話 就是講了 台灣 不能夠再成為第二個 惑蘭 甚至就是香港 他這樣說的 我們會在台灣的事情上 不會重蹈 覆轍 民主台灣 沒有中國的侵略餘地 你看我們目睹歐洲發生的戰爭 我們不想看到 亞洲都爆發戰爭 所以現在堅定地跟台灣站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是民主的大家庭 就是歐盟 由當日的默克爾 通過的就是歐中協議 跟著 習近平主席 制裁歐洲議會的議員開始 跟著 兩個越走越遠 而德國 由最親中的 現在都開始陸續這樣抗拒 歐洲議會 是第一次真的派足人來 台灣 台灣 台灣的外交越走越遠 那當然哪一個令到台灣能夠越走越遠 以前明明十幾個邦交局 現在可以去到這樣的天地 甚至賴清德可以用家人身份 去日本 蕭美琴很張揚地 自封美國大使 那你就知道 現在是哪一個造成 是蔡英文呢 還是另外一位 比他更加高的領導人呢 當然 歐洲議會 到今時今日 開始意識到 包括拜登在來 事實上 當日的特朗普 對香港的支持 跟著拜登上台 跟著就見到國安法 這些陸續有來 而歐洲議會 從來都 看著中國十四億人的 誘人身段 和市場 他們選擇 就是物筆作勝 直到俄烏戰爭之後 跟著他才發覺 他們要做的時候 已經太遲了 所以他們的看法就是說 台灣 香港已經淪陷了 台灣不能夠淪陷 當然這個是外國勢力的觀點 我是絕對不贊成的 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 即使要做國際金融城市 都是要做中國的國際金融城市 所以夏寶龍說得對的 這些外國勢力 真是搞不定 那當然 也都見到我們林定國 律政司司長 新任之後就說 你美國人卑鄙無恥 但是對於歐洲議會來講 香港 他們失去了 台灣 他們不讓他失去 那這個 就是現在西方國家和中國的角力 台灣就是一個角力牆 也都是兵家必爭之地 所以見到蕭先生 他說 哎呀台灣很危險 習近平一定會收復台灣 那你人又在台灣 其實這些言論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搞 不過不要緊 不過不要緊 大家最重要 看得清楚局勢 就是歐洲也都已經是 將整個印太戰略定了出來的了 安倍晉三所做的好事 就是印太戰略 已經令到整個西方民主國家 他看清楚 印太才是他們未來最主要的經濟 和軍事力量的戰場 節目做到這裡 希望大家Like 追蹤 Share 訂閱科金 看廣告 可以的話 加入會場 會員和飛場 代表安天娜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拜拜